哇 有點恐怖耶 頭上全部都是大蝙蝠 喔這個 好像這樣 小明 你知道我們現在要做一件事情嗎 我知道 我們不是要去那個 什麼山洞嗎 但是事前的我們要先來 用一下塔羅牌 來算一下我們今天的運勢怎麼樣 好酷喔 好啊 那我們現在呢 就是要用塔羅牌的三張牌證 然後來算出呢 我們今天去山洞 出發前的運勢 以及在山洞探險的時候的運勢 以及我們回來之後的運勢 好那我們現在就準備開始算牌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的運勢怎麼樣吧 哇 我覺得確實蠻有可能的喔 好 正大科普一個小知識 買香呢 不一定要到工夫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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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喔好多喔 他們 我以為全天買一根 請支援修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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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這三支耶 欸 欸真的耶 不然我那時候用的那張圖 撞鬼了 看哪有些誰 那個人也撞鬼了 小咪也撞鬼了 大家都跑到近戰吃羊肉 結果 根本就沒有羊肉 就是傳說 金山的羊肉 那我們就去 鴨肉是最有名的 對這個 是個 金包里鴨肉 他有三千多個評論 好像也不用講 因為他三點八顆星而已 因為這輪格很像 褲巴叫的聲音 老師從這裡就這樣評論 欸沒有你可以 前面車 就跟雨者排一樣 就你是一個 富有希望 勇於冒險的一個 熱情的少年 可是他變逆味的話 你就是一個很愚笨的人 如果我們跟他排那個 他們可能就會抽到雨者排 你相信塔羅嗎 你原本也是 就是不太相信這種張圖 有的時候蠻準的 或許真的有一些人 這樣一些慈喘 塔羅 他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可以幫人家 居集避凶 雖然說他只是做一個參考 可是他裡面很多的寓意 跟現實是符合的 就比如說你不能夠太貪心 你不能夠太急 確實就是 現實就是這樣 你體驗了人家 自然會去注意到 可以幫助到 真的可以幫助到 而且你剛剛講的那個能量 為什麼我會漸漸的相信呢 我親身的經驗 我自己拍都市傳說這五年多 我本來一開始拍的時候 我到那種恐怖的地方 我都不會有什麼感覺 可是我後來去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 會想打哈欠 或者是脖子後面緊緊的 屢是不爽 我去到廢棄的地方都是這樣子 開始相信說 好像真的有頻率與能量 存在在這個世界上 以科學來講 他就是確實的 所以玩塔羅不停的跟牌接觸 越來越準 或者某些頻率越來越對 這樣 然後到最後就走火入羅 變成西索 而且塔羅牌會讓我覺得 他也值得幸福的地方 其中一點是 他的所有東西 都是有脈絡 拳杖、聖杯、寶劍、錢幣、愛的各代表 火、水、風、火、像火 就是熱情 水可能就是比較emotion 你的情緒 數字 0到10就是一個輪 11到20是一個輪迴 那這所謂的輪迴是什麼 靈可能就是 像出生的baby 他們對這世界很有希望 可是其實腳下有懸崖 他們有看到底下的危險 然後他就會這樣一路推遠 然後到9號 領略很多人 開始可以幫助人 然後到10號牌 命運之輪 然後你現在還會有一個新的輪迴 然後11號牌 因為你帶有前面你0到10號的 所學習過的一個階段 依據你過去的經驗 去審視你未來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 然後他就會這樣一路走 12、13、14、14 然後走到20號 上天就下來吹喇叭 我要接受的就是 你之前所種下來 你得到的什麼 人生的一個形象 他不管是從數字來看 從個元素、顏色來看 也有意思這樣 正位有正位,你意思 你也有意思 所以其實他所有的東西 都是套在人的本質上有關的 最後他再透過占卜師的解牌 來告訴你說 你可能會遇到 這樣的事 那你要怎麼去改變它 那當然你算出來是好的 我們就比較鬆懈嘛 努力把它做得更好 不管他準不準 這對我來說已經不重要了 他就是能夠幫助到 一些需要幫助的人 好,講那麼多 吃鴨肉 開始 吃鴨肉 把他走 太瘦了 他的靈魂 被抓到 那邊 光武坑道 光武坑道這邊是一個漂亮的地方 他們還要新建一個橋 可以渡河 原本那個橋感覺要走到很遠 才能渡過去 光武坑道要從這個廟裡面旁邊這個洞進去耶 但我還是基督教的 我不用先走這邊 你呢 你是要先走這邊的嗎 對啊 夜間蛇出沒 晚上不能進入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時間是可以的 嗯 所以聽說那個坑道裡面會有蝙蝠對不對 蝙蝠的保育區 光武坑道 哇 旁邊還有一間廢墟耶 真的耶 哇 這個路口有夠小的 我差不多17多 他這個坑道比我還要矮 對 大家我們現在要進去這個光武坑道裡面 那個網友是說 他是在這個門口的時候 因為已經天黑了 他們怕怕的 裡面是真的看起來很黑 可是他的女朋友就 像被什麼東西召喚了一樣 對裡面喊了一聲 寶寶我們來囉 然後就走進去了 他們在牆地上 發現那一行字 述音咒 詛咒為告 神明禮加秧就也 講的意思就是說 用語言叫神明來懲罰人類 觀念就是跟他們墮胎的小孩有關係 我們就趕快進去看看 然後我們跟他買的香 幫他祭拜一下他的A英靈 然後我們就在裡面 跟大家吃個飯 看會發生什麼事 好 我們走吧 這山道根本真的黑 走 洗澡的螃蟹 坑道很矮耶 很窄齁 對啊 而且是不是因為早上下雨 所以他有脾水 要小心喔 我比較 好奇的是 不知道這個坑道 會不會有一些彎路 如果有彎路的話 我們不一定找不到他所說的那個地方 恐怕一點 有點濕 內有住戶請入境 內有住戶 啊 還是說那個蝙蝠啊 哦 是不是 就是說那個蝙蝠可能 因為這裡是蝙蝠的保育區 那我們走左邊吧 蛤 我們走左邊 不行 哇 有點恐怖耶 因為前面是黑暗的 所以 莫名的恐懼 對 莫名的恐懼感 但是 還是要發揮我們探險的精神 沒錯 我覺得這個坑道 比較不舒服的地方是 它那個石頭一顆一顆 有一點密集恐懼聲音 所以回應好大 但我目前還沒有找到 他們說的那個字耶 嗯 還是我們要喊一下 寶寶 我們來囉 好高喔 有蝙蝠 對 真的喔 對 我看到了 哇 有蝙蝠耶 真的有蝙蝠 一血蝙蝠 太可怕了 頭上全部都是大蝙蝠 對 他們都回家了 他們回家了 那有住戶請勿進入 他們是住戶耶 真的 好 我們到外面了 欸 有字 這字叫什麼 全長幾公尺 我得出一個結論 那個網友在騙我們 沒有那個字 我喊說寶寶我們來了 也沒有發生什麼事 嗯 就只有滿滿的蝙蝠 但是既然來都來了 是一定好的事情 我覺得還是要做 走回去出口 點字箱吧 上一下那個寶寶這樣 來吧 它是左轉右轉 我猜是左轉 記得剛剛是左轉 但我們回程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仔細看看 有沒有內行字 搞不好是我們沒發現 然後誤會別人 騙我們 這裡旁邊的山壁上 的確有一些洞耶 這是所謂的蝙蝠洞嗎 而且今天下雨 地上都濕濕滑滑滑的 不要跌倒 小心小心 欸沒電好 應該還有 沒事了 嚇死了 我有很仔細的在看牆壁 目前 都沒有看到任何的字 我們一路也沒有聽到什麼奇怪的聲音之類的 對 左邊有註明 那我就 等一下 公公換了 他說在修復我的文件 蛤 然後這個 怎麼會突然這樣 對啊 第一次這樣 照做吧 擦好箱 寶寶 你們的 寶寶媽媽有投稿故事給我們 這支箱是我替他們 幫你擦上的 希望你能夠 好好的 快快樂樂 等一下再回來收這支箱 好 然後我們就 放個 錄影機在這吧 看會不會發生什麼事 你快看 超怪的 你看我錄影機按不了 蛤 超快的耶 然後剛剛GoPro也 欸可以了可以 現在突然可以了 我們在這邊 吃個飯 然後把手機 放在這裡 看一下會發生什麼事 抖一下抖一下 強尖它 從那邊傳過來的 傳一個 大的聲音對不對 對對對 有一個東西 有聲音 有一個大的聲音 對對對 而且聽起來不像是 大自然的聲音 但是我們的東西完全沒有事耶 也沒有倒 香也沒有倒 香也沒事嗎 像是一個 可能寶特瓶撞到地板 或什麼 對對對 有一個寶特瓶 對 但沒什麼意義撞 那我們現在吃 這個第一碗 這個 炒麵看看 它是什麼樣子 我們喝 我們金山的 炒麵 我們本來這邊 要在山東裡面吃 像說 吃飯 是不是想要辦什麼 吃 熟食的話 我會蠻喜歡這個味道 而且它有一種 懷念的味道 以前你在學校 或是異色 或是童山的時候 你會吃到我的炒麵 就是這個味道 不過呢 它比那些 足利色的炒麵 還要好的點是 至少它的醬汁 跟它的麵 很黏 很稠的 但是結合在一起 淡淡的拉豆版的味道 這個肉絲也不會太詳細 或是不會太傷吃啊 就是熬了你懷念以前的味道 你去吃看看這樣 你吃看這個鴨肉 然後它鴨肉有附這個 這個醬汁了 我們把它淋上去 哇 然後下面很多螞蟻 他們就幫我們證明了 這個鴨肉有多香啊 配上這個醬汁 金黃色的顏色 有一種焦糖感 這我估計應該是鹹 偏鹹的 它要吃進去 真的是偏鹹的 甜味非常的少 醬油的味道很壽 它的肉本身呢 我覺得還不錯 不會到非常的嫩 可是也不會到非常的柴 它算是又柴又嫩 肉厚厚的 它這個醬 我個人覺得 如果再有一點甜的成分 會更好 鴨肉我覺得是 芋草最好的 芋圓鮮草奶凍 這個鴨草的好吃 甘草的香味 這個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鮮玉鮮 它鮮玉鮮的招牌的冰 就是有一個味道 你把那個味道拿掉 它覺得可以 我是喜歡吃 紫色的 芋圓的部分 嗯 果然是大魚耶 麵粉感 就比較重 紮實的感受 但是 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小魚 因為燉Q 這個反而會讓它的Q度降低 就是小籠包跟饅頭的差別 我們就一起把它 Share share吧 然後吃飯 我們就回去 吃我們有些樣這樣 鴨肉跟育圓王吃完了 我們已經完食了 那裡又有一個聲音 而且我們剛剛在吃鴨肉的時候 我在裡面聽到好幾個聲音 那我們去看一下 那個香有沒有怎麼樣 好 我們也吃著吃著吃到晚上 對啊 我們也吃到晚上 欸真的每次走竟然就一股 風 涼涼 對啊 我好 欸已經到 這個風已經到有點冷了 對啊 風好大喔 剛剛在旁邊吃飯 因為洞就在旁邊嘛 只有聽到一些些聲音 但是完全都無關於任何 小孩 只有聽到一些些聲音 但是完全都無關於任何 小孩 只有聽到一些些聲音 但是完全都無關於任何 有關於任何 小孩 那你就回家 後續改人的手 好 拜拜 大家好 又是我們後續改人的時間啦 這一次這趟回來呢 我個人覺得沒有什麼太特別的地方 只是有我稍早在現場的時候 跟大家提到說 現場一直有啪啪啪啪啪的聲音 然後網友投稿公武坑道裡面的櫻鈴 以及牆壁上的那一行字 我們倒是沒有發現 除非他們真的是進入了那個 內遊著名景物進入的那個牌子後面 那至於出發前算的塔樓牌 到底準不準呢 我個人覺得應該有70%左右的準度 我現在就來播放我們 我們剛剛出發前解牌的畫面給大家看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這副牌 他要告訴我們是什麼意思 首先呢 第一張是我們的節字牌的逆位 大家可以看到他胸前這裡有一塊方塊 他代表的是土元素 然後中間這個三角形代表的是火元素 然後可是呢 他手上的聖杯 又代表的是水元素 如果我們想要通向成功呢 我們就必須像這個聖杯當中的水一樣 互相的交流 像人與人之間必須要有溝通與協調 走一段路之後呢 你就會獲得成功 不過呢 不過今天我們抽到的是逆位 代表的事情就是 我們今天出發前呢 我們的進展可能不順暢 或者是呢 我跟你小蜜 我們有可能會因為某些事情 造成溝通不良 然後導致事情沒辦法成功 就是出發前要注意一下 不要有什麼口角之類的 來到第二張 權杖騎士 他是火元素權杖裡面的宮廷牌 這個年輕男子 英俊茂美 然後拿著一個權杖 然後騎著馬勇往直前 看起來非常的很有熱情 但是呢 今天我們抽到的是逆位 所以今天呢 我們的這個熱情 就會變成方向錯誤 但還是非常有熱情的 一股腦的往前衝 非常有可能的就是 一無所獲 在這個山洞裡 最後一張紙繩 他有一個非常經典的意義 就是所謂的脫胎換骨 但呢我們今天今天抽到的是逆位 那逆位他也有這個含義 但是呢在我們的心態上來說 更執著於過往的事物 因為脫胎換骨就是要從舊換新嘛 對於念舊這件事情 我可能會更膠著 心態上會有一些不健康的表現 不過呢現在雖然在心態上 會有多一些琢磨 但最後呢 你仍然還是會有一些轉機 所以呢我總結一下 出發前呢 我們可能會有溝通不順利的狀況 那就是我注意要跟小蜜 你不要有什麼口角或是爭執 我相信是不會啦 我跟小蜜 然後接著下一個就是權杖騎士 我們在山洞會一股腦的往前衝 但是方向完全是錯的 找不到任何東西 最後就是死身 我們回來之後呢 我們的運勢會漸漸的回升 又或者是可能這支影片 他帶給我們的C種轉機 等時間的驗證 對我們解排上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我覺得一開始講的 可能會溝通不了這件事情 我跟小蜜並沒有發生 但是呢回來的確有發現 某一些當時要補的一些鏡頭 跟我們想像的又不太一樣 就不知道這算不算是 他所謂的溝通不順暢的一種 然後第二個權杖騎士的逆位 我真的覺得是挺準的 至少以我個人來講 真的蠻好奇那個洞穴裡面 到底有什麼 但最後真的就是變成有點漫無目的 就是一直順著手 他就什麼都沒有這樣 蠻像權杖騎士的寓意 然後最後死神牌的重獲新生呢 至少到目前回來 我還沒有什麼重獲新生的感受 我不曉得他要告訴我的轉機是什麼 那個網友又會在寄什麼email給我嗎 我不知道 有什麼狀況呢 會再跟大家持續的更新 那以後塔羅派這個元素呢 陸陸續續的 在我們探險的時候拿出來使用 最重要的是 我幫他們算完之後 他們的感覺是正向的 所以這就是 那你不做什麼 在那里 那裡 在那裡 在這裏 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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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